提醒您來看這個畫面 電影班當中的飛車沖中的情節 竟然就發生在高雄市的街頭 在五號下午將近兩點鐘的時候 有一臺由雲林縣王姓議員 所駕駛的黑色車子 在高雄市的大連接上面突然暴衝 還因此引發了車撞車的連環狀 在二十秒之內 有六臺車全部遭殃 讓當場很多民眾個個是看了傻眼 不過好在沒有人受傷 整台車鞋衝進店家旗樓 後方保險桿也硬生生掉落 還有這台車也被撞到 整個九十度橫在路中央 這樣的誇張場景就因為高雄市大連接上 發生電影情節般的飛車衝撞事件 原來引發連環狀的暴衝黑色 的轎車是由雲林縣一名王姓議員駕駛 疑似因為要挪車時車輛突然暴衝十米 先是撞上前方轎車緊接著車碰車 引發一連串的連環狀 二十秒內導致轎車 機車自行車總共六部車受損 我都控制你那時候 一旦打火 然後就沖沖 整個小計畫一下 arta招呼得到 警方表示議員就撤職為零 但電影班的場景發生在眼前 卻讓信場民眾看傻了眼 冰車暴衝原因為何還要深入調查 但至少暴衝驚魂 沒有人人受傷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明星網站站站田高手市報導